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过程中 那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挺这个案 但是国民党这个综合的版本 那某些意义来讲 跟他当初在立这个证所税的这个方向 其实是有落差的 那他为他政策负责 那从某些角度来讲 我们应该是给刘亦如肯定的 当更关键的 这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查虎风暴 国民党立委反对 其实从我们看到最大的阻力 不是来自在野党 而是在执政党内部 那我们看到 如果新的版本出来 按照刘亦如的讲法是 他会跟他原来在基于说 多扣税的这个观点 事实上是已经没有了 那当我觉得我们应该是 看刘亦如的这个政策 在跟他国民党的这个政策 两个是不同的情形下 他为政策负责 我们应该给他下台 他要求辞职 他自己要辞职 当然我们应该是给予正面的肯定的 当然我们也希望说 马总统在以后相关的这个政策的 这个评估和制定的时候 能面向更广泛一点 其实政策官牺牲太多 而且像尤亦如 他是一个很优秀的财经官员 那他过去到现在 他当是女成母业 他母亲开始就要推动这个证所税 但是股票当时连跌了19天 那当现在我们看到股市也是 当这有外部的环境 外部的环境 严格来讲单纯怪于说 这个国民党要开征 就是执政党要开征这个证所税 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但是总归一句话 我觉得马总统应该要给予 这个将来他在政策 他应该要持续给予很大的支持 面向也要广一点 在政策制定上 优秀的财经官僚 其实并不多 财经官员并不多的 我觉得是很可惜 那我觉得也可以作为 大家未来可以探讨 但是赴税公平的原则 这个利益是好的 那我觉得马总统以后 相关好的政策 或者是好的利益 要坚持下去 要坚持贯车下去 人民会给他掌声的 主力一定会有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改革 是非常艰辛非常难的 但是一定要持之以恒 才能会有所成就的 才会有效果 不过刘亦如他在上任之后 也是引发了不少争议 从刚开始的时候 每日一爆 有没有到后来 越来越来越来越讲说 尤其是前几天 在那边讲说 他不知道油店双掌 如果知道 不会这个时候推啊 搞得民怨这样子 这样不是让陈冲很难看吗 这个内阁是怎么了 没有横向的沟通的吗 一个政策推出来 没有前因后果 大家做悬盘大方向的思考吗 这话讲了 也是会让陈冲很难堪吧 我们看到有能力的人 通常他会比较有个性 但是其实 从整个的政府的 这个官员来讲 我们觉得他们 应该会有一个整套 而且非常有默契 但是我们看到 这次政策推出 各吹各的调 各吹各的调 这个府院党都有不同的调 而且在这个措施上 我们看到了 就是说国民党内部 其实是缺乏团结的 在凝聚共识的同时 我们也看到 马中文在这个政治操作上 他有他的弱点 这也是他一贯的弱点 我们觉得在这个部分上 其实如果国民党 党团能够支持 然后马中文能够 强力的去动员 然后基于 而且这个最重要是 他要做舆论的这个宣传 要让老百姓知道 让政府知道 由老百姓和舆论 来支持他这个政策 才是最关键 但是我们看到 马政府在这个方面做的 其实他一向是他的弱点 刚才总编辑有提到说 当然今天股市大涨了 206点 你不能讲说 这都是因为 刘亦如请辞 全部都把这个账 送到他头上 其实还有很多大方向 大环境 国际局势 昨天的这个 中时电子报的总编辑 在节目上也在讲到说 这个包括了 不管是欧债 包括了对岸 这个风吹草动 对我们的联动影响 都会非常大 那么总编辑 十八大要召开了 他整个的人事 接下来的这个走向 对于我们来讲 会发生多大的变化 我们应该是很关心 对不对 其实今年的秋天 中共十八大要举行 对 它是全世界的焦点 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阶层的 换界 这一次不单纯是换界 而且是一个世代的交替 很多换新人嘛 对 从十六大 中国的第四代领导人上来 也就是十年前 2002年 到现在2012年 第五代的领导人要上来了 那这个人上 这一批人上来之后 未来会执掌中国的这个政权十年 那当最关键的 就是这个胡锦涛把权力交给习近平 温家宝把权力交给李克强 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 目前中国在台中国大陆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可能成为政治局常委 也就是中共的权力核心的哪一些人 其实是今年秋天 中共十八大召开的时候 我们要关注的 但是十八大召开是秋天 但是它的热度 在夏天就已经开始沸腾了 特别是在现在 我们看到就是说 有关中共的这个人事的这个猜测 这些领导核心 就是政治局常委 他们是权力核心 中国的重要决策都由他们来决定 其实包括两岸关系的发展 不单纯是台湾 华人在关注这个 包括全世界的重要的这个国家 都关注到中共的这个政权的交替 我们看到 就是说以目前来讲 习近平跟李克强 就是在中共的十七大 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 十七大的时候 已经决定成为未来国家主席 总书记和这个国务院总理的 这个人选的确认之后 另外哪些人成为政治局常委 才是这一次认为焦点 习近平李克强已经是确定的 那哪一些人成为政治局常委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薄熙来被看好的 能进入政治局常委的 那大家为什么关注他 就是因为在十八大之前 这个政局的变动 让外界非常关注中国政局的走向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除了几个重要的地方的大员 包括现在在接任从重庆市委书记的张德江 也是副总理 另外上海的这个市委书记余政生 加天津的市委书记张高丽 另外再加广东的这个省委书记汪洋 也被视为胡锦涛团系的这个关键的人 这些人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之外 我们看到还有胡锦涛提拔成为中组部部长 的这个李源潮 还有中宣部长刘云山 还有现在的中央统战部长刘元东之外 我们看到这一批人在未来都可能成为中共的政治局常委的成员 所以加起来以目前来讲 接近十个人 那但是政治局常委到底有多少人呢 以目前来看来 如果维持九个人 代表 维持九个人 代表他这个政局的这个协调 他们在协调的时候 其实是不激烈的 如果很激烈的话 甚至有的说法说 应该他会九到十一个 九个人或十一个人 政治局常委一定是单数 因为他们是要投票 单数才能决定多少 那如果是七个人 从某些人来讲 就是说在这种禁足的情形下 是比较缓和的 所以人数 维持九个人其实就是蛮延 禁足蛮激烈的 我们过去看到中共政治局常委还有五个人 七个人 九个人 越多人代表他各个派系妥协不了 所以要增加人 这个我想是让观众朋友可以理解 就是说中共政局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不过呢刚才总编辑有提到薄熙来 薄熙来这个案子真的是没完没了 今天又有新的案 这个案情讲出来说 王立军在之前 那个那个殷商有没有 海武德 他不是被毒死吗 说他在解剖台上 王立军进去割了他心脏一小块 说要出来可以证实说 他是被毒死 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一般的家庭跟案件 那么总编辑觉得王立军 跟薄熙来的老婆 他们两个人的命能够保得住吗 其实你目前看呢 薄熙来案有四个主角 第一个当然是薄熙来 第二个是王立军 第三个是古开来 他老婆 第四个是这个已经死亡的这个海武德 当然还有个小配角叫薄瓜瓜 那这四个主角里头 一个已经死了 海武德已经死了 那里头最有可能被判死刑 当然是古开来 古开来 因为有直接的证据 牵涉到古开来是涉及海武德案 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到目前为止 发布薄熙来案只有三个讯息 第一个讯息是 这个王立军休假性治疗 因为他潜逃到成都的美国领事馆 这是一个讯息 第二个薄熙来解职 第三个古开来涉及海武德命案 就这三个讯息 所以外界的这个传言各种都有 只是中共中央只有发表这三个讯息 但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要看热闹 我们怎么看这个热闹 那最关键的是 我们要看到底中共的中央的这个调查报告 哪时候会出来 然后你这段时间看了各个媒体的热闹 然后你再到调查报告出来之后再做比对 但是调查报告也不一定是把全盘的内容展现出来的 我们知道中共是一个威权体制 大陆是一个威权体制 它在这个官僚体系里头 在相关的一些事件处理 它不是像这个民主国家一样 或像台湾一样 它会受到立法或司法的体系的监督 会受到舆论的媒体的监督 所以它很多台面下的动作 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看到 薄熙来案件有各种的版本 各种的说法 很精彩 外行人也可以看这个 不过呢 中国大陆的官方讲说 薄熙来是个单纯的法律案件 是isolated的法律案件 如果真的只是法律案件 就法论法 那最简单了 干嘛要给他上钢道什么思想的问题 路线的问题这样子 其实单纯的法律案件就不会闹得那么大 对 那其实最关键的 真的是陈属主持人讲的 今天薄熙来案 假设是一个贪污案 假设是一个杀人案 它其实在中国大陆的 那么大庞大的官僚体系里头 它只是一个小的案件 最关键的是一个路线之争 薄熙来过去唱红打黑 他采取类似文革的方式 一次处理一批人 那他的一些比较做法是比较极端 他非常张扬 他不像中共高层 这个官员里头 共同的低调 行事作风非常低调 越高的官 在中国大陆越高的官 他的越低调 薄熙来不是 他已经做政治局委员了 重庆市委书记 他过去 薄熙来当过地方的大员 大连市委书记 当过辽宁省委省长 辽宁省委书记 当过商务部长 他已经有非常完整的历练 而且外界很多都看好说 他在十八大成为政局常委 进入政局的权力核心 但是他是非常高调的 他跟媒体互动 对 所以他从某些意义来讲 他不太适合 待在中国大陆的官场 他适合到台湾来 他也许选举会 选举的票会蛮高的 充人气的那种 不过今天又发生 他们家八卦梅婷 今天还扯到了张子怡了 说什么薄熙来跟张子怡 透过人家的介绍 见了有个什么十几次面 拿了对方什么八亿多元 你觉得这消息可靠吗 我们看到张子怡在他部落格里头 其实已经 他的博客 大陆叫博客 就就是简单的做了一些否认 当张子怡跟薄熙来 这个已经不是新闻了 他早在薄熙来案发生 在一两个礼拜 薄熙来说有很多情妇 里头包括了张子怡 还包括了中央台的 一个非常有名的主持人 人间蒸发的那个主播 不是那是在大连 还是另外一个 还有包括中央台的 中央台 北京的中央台的主持人 那个是大连的电视台的 就是说薄熙来 这个案件发生之后 其实相关的传言 是非常多的 我们可以视为 刚才我提到的 就是因为大陆的体制 它是威权体制 它相关的是在台面上运作 所以不单纯是 台湾的媒体 香港的媒体在做猜测 连西方很多的 因为薄熙来案 涉及到海武德案 又跑到了美国大使馆 所以薄熙来案是太精彩了 他牵涉的面相太多 所以西方的媒体 也是天天在报 那我们知道 很多媒体 他要找素材 找材料 他也许很多 他是有一些杜撰 有一些凭空猜测 甚至有一些穿着付费 付费的都有 那所以张子怡 这个到底跟薄熙来怎么样 我不清楚 但是我觉得这个传言 持续下去会有的 而且非常多 薄熙来案 他调查报告没有出来 即使他调查报告出来了 因为大陆的这个体制 基本上是不透明的 很多的传言会持续的 就如同陈阳女案 赖昌兴案 或者是大的贪污案 那正早在找的 这个陈熙同案 相关的案件 其实很多后面 台员上一堆传言 我们看到 陈熙同案的时候 在90年代的时候 他这个王宝生自杀 他的副市长自杀 他自杀以后 哇一堆传言就开始出来 然后陈熙同下台 但是真正很多关键的 牵涉到政治的斗争 牵涉到路线的斗争 共产党的这个官僚体系里头 其实贪污的 腐化的并不是说 没有 那有时候因为政治的因素 让他下台 并不是因为真正 他是贪污腐化的关系 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 路线斗争 薄熙案很重要 薄熙案会下台 还不是单纯这些因素 还是一个路线的问题 好老总聊完 待会下一个小时 我们又要带大家去一些 奇奇怪怪神秘的地方 听神秘的故事了 马上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